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麼殺死他了嗎 我死了?天生殺死我? 你在說甚麼? 你怎麼突然說人家死了 我自己也亂了 你真的還沒死嗎 我當然還沒死 你還記得小時候 還沒爬著偷仔仔蛋? 那條蚊子還在 是不是? 你真的還沒死嗎? 當然了 你真是利可 是啊 救命呀 救命呀, 入閘了 這位是 這位是我太太Gigi 厲害呀, 連老婆也娶了 我是周麗豪 我跟二仔是 維川頭小玩得大 你快說吧 怎麼會天生殺死我呢? 既然你沒有死 我們就怪錯天生了 究竟發生甚麼事? 你好走, 我翻臉了, 時間了 有甚麼事回來再說 Gigi, 要是這樣吧 你自己過去吧 我搭下一班飛機過來找你 你說甚麼? 如果我不搞清楚這件事 我過去也不會玩得開心 你想清楚, 後果你才好說 不好意思, 雷, 你去不了旅行店 一條人命的清白 怎麼也要過去玩 其實你冤枉了天生 跟他說真對不起就行了 我不是那麼小氣的 我之後走了五年 不知道大伯仲會不會生氣我呢 你大伯伯過世了 過世了? 你走了這段時間 發生了很多事了 話說回來 你怎麼走的時候也不跟我們說話 你以為我想的嗎? 要不是大伯伯這麼專華 思想不封建 我也不能走了 是呀, 關於我黎漢和隔壁 張康市的婚事 我就拜託你了 你放心吧, 周伯 我六姑在圍頭 誰不知道我是鐵嘴梅人 你托我做的事 包穆放心 事成之後呢 郭伯仁大使 一定會少給你 謝謝, 謝謝 我必須盡力 搏行打大旗算舉 搏到他成為止 那麻煩你先 那我馬上去吧 好呀, 我送你 不用送了 麻煩你, 慢慢走 你這樣做會不會不太好 是呀,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有甚麼叫不好 現在甚麼時代呢 終身大事 你也要他自己喜歡的嘛 到他不喜歡的嗎 誰叫我弟弟死得早 他自小入我養大 現在跟他找到諸好人家嫁過去 對他就有餘了 但是禮侯跟我說過 他說想讀多幾年書的嘛 我就知道他的心惹的了 所謂女大不中流 女人始終都是女人 讀多兩次才會怎麼樣 會非嗎 到頭來不是一樣要嫁人生兒子 煮飯素地 但是... 不用擔心了 我決定了這樣就這樣了 我真想不到 在這個年代都還有盲分瓦架 我寧願死也不會嫁給 隔壁處的二世祖 我知道大伯 其實是貪二世祖的禮金 沒錯, 他養了我十幾年 我很應該還給他 但是... 我要用自己的能力來還 我要證明給他看 女人都可以出人頭地的 我一天不成功回來 一天賺不夠錢還給大伯 我還是不會回來的 幸好我也爭氣 在美國熬了五年 終於有自己的名字 可以用我自己的名字明明 你剛才說你是留下了一封信之後才走的 是呀 沒理由的 我從來沒聽過你 大伯和伯娘說見過一封這樣的信 而且你走的時候 街坊好像七角那麼亂 所以我們都以為你是 有意外才失蹤 二仔 秋萍 白馬, 嫂子回去探馬馬 你看看誰來 我呀 麗河 你冷靜點, 麗河還沒死的 原來你們都以為我死了 秋萍, 我真是麗河, 沒事 為甚麼這樣 難怪你這麼有型 早時裝設計師 你真壞 一顆星人出去跑了 弄得我為你哭到 眼袋去再幫我指 我真的想不到 我走的時候會發生這麼多事 不過我最不明白的是 為甚麼你們誤會天生殺了我 天生自己又不站出來解釋 天生自殺死了 自殺死了?為甚麼他要自殺 待會兒我再一五一十告訴你 你先進去見伯娘 她知道你未死一定很高興 伯娘… 伯娘不在這裡 可能在樓上也不讓我上去看看 快點 秋萍, 你們上來 伯娘 伯娘 你伯娘剛剛想吊頸 幸好我們上來早 伯娘, 伯娘, 你沒事吧, 伯娘 伯娘, 我是麗河 我沒有死的, 伯娘 我是麗河 是麗河, 你真是麗河 你…你沒有死的 你真是麗河 是麗河 麗河 好 小心 剛才我還以為在鬼門關裡跟你相見 你為何要這麼傻, 伯娘 還是我一時看不開 以後只有我一個人孤零零 早點下去陪你, 跟你大伯 幸好我們這次來得早, 伯娘 否則真的死得冤枉 你也是的, 聲音不出來就走了 讓我對著你的臣子牌 都不知流了多少眼淚 我真的捨得有封書說我去了哪裡 哪有信 不信你問他兩個 所以我們個個就以為你死了 我們問那些警察 他們又說沒有你的出境紀錄 我記得了 我出境的時候 職員突然暈倒了 那時候情況很混亂 可能他就沒有把我的資料輸入電腦 而接手就以為已經輸入了 你不是這麼巧吧 真的, 五年這麼長 你一個隻字都不寫回來 我寫過很多信回來的 我看沒有回音 我以為大伯仍在生氣 那我跟自己發過世的 如果不出人頭地的話 我不會回來見你們的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這麼多事的 沒有信啊, 哪有信啊 沒收過信啊 那阿奇了, 要是記失了 要是途中被人截住 但如果是這個, 會是誰呢 那就真的奇了 如果真的有這個人 這個人一定跟天生的死有關 你還沒說 怎麼天生會自殺死的 是這樣的 你失蹤那天 我跟你大伯出香港喝 那晚太晚就沒有回來 睡得親戚過夜 翌日早就回來了 誰知道來到門口 就覺得有點不妥 不對了, 你怎麼好像被人叫過 怎麼有人爆甲 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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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 賴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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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房間被人破壞成這樣 明明是一種法師 現在甚麼都探不到 只探了一輩子 是不是你鎮了他? 不是, 他也不吃煙 他不吃煙, 那你知不知道是誰呢 我記得了, 是林天生的臭小子 你聽我說 爹 你站在這兒聽我說, 好不好 你看看你, 整天是幾歲人 還不武正業入手好閒 你做點事像個男人行不行 說到底 你也是貪我二世的錢而已 你女人全都是這樣的, 貪無虛無 你真是不可理喻 賴河, 你聽我說 我會發達, 我一定會發達的 你相信我 相信你? 多相信你倆錢, 整個都死了 當銀子都死了, 成甚麼體統 如果廚師被你開笑就知道 多不漂亮 賴河 我警告你, 我賴河已經吃了人的禪禮 你又不要再搞他 你要錢而已 你要多少? 我開個價錢 我臨天生, 你一定不會興建的 我死鬼媽媽 床下給我一大把 那些人留下你自己 把棺材散地 你這樣一架, 幫不遲早損壞了 你別讓我廢死 我不會就這樣算數的 我三歲已經認定 賴河是我老婆 賴河一定是我老婆 你怎麼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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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河不見了 你見了? 沒甚麼看, 幫他 走 老周, 你帶那個警察來幹甚麼 幹甚麼? 請問林天生是你哪位 我, 他是我兒子 以警方為他 和周麗河失蹤有關 麗河失蹤嗎? 別說了, 你兒子在哪兒 他在房間? 你怎麼回事呢? 你怎麼回事呢? 快搞定 天生, 我警察找你 甚麼事? 甚麼事? 你這個臭小子 日哥日白都睡大覺 你昨晚做警察來 關你甚麼事?我喜歡嘛 你老走我離開就關我的事 我老走你離開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 你發神經 你把禮禮放在哪兒 你們有甚麼證據 這個火機是不是你的? 是在麗河間放手出來的 那我跟他舊相好嘛 那有一點紀念品有甚麼奇怪的 你這個臭小子 還想詆毀我麗河的名譽 這個就是證據 我昨天才明明看你用的 你現在明明是拼了生豬肉 我警方辦案是說證據的 這件衣服是哪兒發現的 這隻貓仔在髒衣服裡找出來的 拿回去發現, 是甚麼血液 是, Sir 大便生, 這件衣服的血哪兒得回來的 你殺了麗河, 你得不到他殺了人 你幹甚麼, 麗河自己走 他把那封信給你 為甚麼那封信呢 我丟了 林先生, 究竟昨晚發生了甚麼事 你又要一人一實地說出來 否則你死不死 昨晚我知道伯父伯娘出了香港喝 我就靜悄悄去找麗河 麗河... 走 走 走呀, 走呀 後來走到村口 我才知道把封信拿出來 那就禮手扔掉了 頭, 甚麼都找不到 當然沒有, 算我根本就沒有這封信 整個屋子都把這些臭小子拿出來的 我沒有說話, 封信真的丟在這裡 你現在甚麼都不用說了 你跟我回警局協作調查 之後怎麼樣 之後天生被警方帶回去文華 他自己說他當晚和朋友 在錦田一間酒吧喝酒 這一點他確實有時間證人 那見牛仔褲上面的血跡 沒理由跟我一樣的 就是這麼巧 發現報告出來了 血跡屬於O型跟你一樣 天生說他當晚又看到人打架 他走勸交的時候不小心惹到 這個理由很牽強 警方也是這麼想 所以拘留了他四十八小時 而天生死口也說沒殺過你 最後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放了他 可是天生事實上沒殺過我 為甚麼他會自殺呢 這人就傳他說畏罪自殺 畏罪自殺 天生就是在這棵樹那裡吊頸 雖然天生沒事放出來 可是村裡的人都以為他殺了你 特別是你大伯 他每天都在天生家裡坐一會兒 弄得他和他爸爸都沒有人安寧 隔了不久 他就留下了一封遺書 在這兒吊頸 遺書? 說對不住你內疚上吊 天生根本就沒有殺我 他怎會內疚自殺呢 這件事我也想不明白 但是現在唯一可以肯定的 就是我們怪在天生 糟糕了 要不然我媽媽找到那件血衣 人們就不會針對天生 老公, 我害了他 怎麼樣?秋萍 你沒事吧? 你不顧著你自己 也顧著肚子裡的那個 你有甚麼事 我怎麼向阿強交代 原來你老公是阿強? 對呀, 還沒告訴你 不如我們一起送秋萍回家 順便探望阿強 好呀 老公 你看, 麗荷 麗荷原來沒有死的 阿強 那…那就好了 伯娘不用哭了 我要多謝你們照顧伯娘就是 不用客氣 現在最需要照顧她 是這個大妻子 她就在後山見魂了 哪有 真的? 那上房休息一下吧 沒有 好呀 醫生說的 來呀, 出格重呼 陪你上去吧 來 待會兒和你聊 小心點, 走走 原來麗荷沒有死的 那… 那我們就放了大烏龍 真是發夢都沒想過 一個死了的人會復活的 你該說是我們以為他死了 小心點, 大妻子 我沒事 是那個阿強, 懶得緊張 他緊張你也是疼你 那你真是很疼我 你知道吧, 大妻子 大妻子, 大妻子很辛苦的嘛 有時候他下班回來 又會幫我做家務 又會幫我按摩 原來有個余用按摩師 他按摩很差勁 不過那支針很漂亮 不斷摔在這裡摔在那裡 整個人都鬆了 摔甚麼針 針夠啊 讀了幾年翻書 連中國國稅都不記得了 中國國稅不是打麻將嗎 如果天生不是死得那麼快 我們圍村五小八 又可以出來行俠仗義 無論如何 總之是人死不倫復生 別再提了, 來 喝得多這支你不厭嗎 喝得多有感情嘛 其實我最想不明白 就是天生的封遺書 如果天生不是自殺 封遺書就不是他寫的 如果不是他有誰寫的 有誰早就知道他快死了 那天生就是被人謀殺了 阿強 你知不知道天生死了之後 封遺書就去哪裡住了 不知道 聽說是柳爺搬走的 我想他這樣做是不想被人知道的 對了, 你早前不是說 要陪老婆去旅行嗎 糟了 不用管了, 女兒也不用對她這麼好的 Jesse, 不一定要去日本 才有魚生吃, 喝了Sake 是, 還好現在就開了電視 看看橫雨風情 有沒有介紹日本的風景 你以為Gigi和二仔 現在在做甚麼呢 還要問嗎?當然是大出血狂購物 別說我話, 二仔很快有電話到 叫救命 不過可惜我幫不了他 想起來吧, 我們兩個不過日本 都是明智的 現在不錯, 看二人世界撐著頭一腳 這頭說那頭就到了 求救電話, 快聽吧 阿勇 阿勇, 剛才我打算 二仔不在 二仔不在 我知道他一定是來你的 Gigi, 你可不可以儘量 把你的聲音調低 你告訴李鍾兒, 你叫他打電話給我 他死了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總之二仔一回來 我叫他馬上給你電話 你這麼好吃 你叫那個壞人 馬上飛到日本陪我 又答應人家 我完全明白 他答應人家有任何要求 這樣 你不是跟Gigi去日本嗎 二仔, 你這次又搞哪一科 早年遲結婚教她的時候就說 你這次不是真的怕 我帶出血狂購物 搞你破產吧 我不是怕這些 那你為甚麼 為了一個應該五年前 就死了的女人 Bacy, 在短短幾年間 你可以自學成功 在國際時裝界協會成為你 真的不簡單 其實是我幸運而已 應該說是你不妥協的性格 扭轉你的領域就真的 我今天想很開心 可以跟你聽到話 你別這麼客氣 有空找我喝茶聊聊天 我跟二仔又這麼熟 我就是知道你們熟 二仔也說他是初戀情人 叫你不說的也說了 那不是就是翻致了你嗎 你已經娶了老婆了 那我回去休息吧 高折, 你說要趕著回去交稿 你還不走嗎? 不然待會有亂說話 是呀, 這麼精湊好 就一定要第一時間內稿才行 今天謝謝你, Bacy 謝謝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認識你這麼久也不知道你叫Bacy 我新改的 你不會生氣吧?無緣無故等你上台 別傻了, 大家給面子 而且Jesse問了給我談 要不是他說 我也不知道原來我是你的初戀情人 如果你不走, 真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不走, 可能天生不會死的 想不到我改變自己的命運之源 也改變他的命運 別傻了, 不關你的事 兒子, 為甚麼要幫我一個忙 幫我找出事實的真相 不是吧, 老闆 翻查醫幾宗案件 單單是超過三五七年以上的 那些線都斷了, 怎麼跟著呢 案件一天沒破 那條件還沒結束 上頭指示善用警力 就不要浪費資源, 明明 簡單來說就是嫌我們太閒了 你別喜歡買菜的時候 買魚頭搭魚嘴了, 甚麼都加百分 快樂在這裡, 慢慢享受吧 來吧, 來吧 來吧, 來吧 這件事, 五年前加工銀行蟹劫案 三個劫匪, 兩個落網 一個持贓款一千二百萬, 逃去無中 拿這麼多錢 還有這麼遠, 走這麼遠, 怎麼找呢 現在說甚麼都沒用了 上頭下命令, 怎麼都要去做 大家回去做事 Yes, Sir Carmen, 你幫我做 找誰 警察 我們想找一個叫曹志彪 叫花名喪標的人 打劫銀行那個是嗎 他們全家搬了很久 問問問, 一天問到刻 就算你警察也不斷說 我懶得搭你們 大大 張Sir, 真的不是不想幫你 不過這麼多年來 阿兄弟真的不應該去報仇 謝謝 對了, 張Sir 你當警察這麼久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案子是破不了的 當然有 你以為這麼容易破案的嗎 勞心勞力 真的眼袋多幾個 沒有 就像你這樣 跟湯卓進來的時候 都殘了很多 不是很差的吧 我只是跟你說笑而已 張Sir, 很壞 Carmen, 多吃點胡椒粉 包你更像差婆 為甚麼 夠辣 張Sir, 你不是經常吃辣椒醬嗎 吃東西 吃東西 我… 今天也是這樣 你是不是回家的 是呀, 是我載你了 是呀 不過兜了你之前 我想兜一個Jesse 你不介意嗎 沒問題 我坐上風車而已 難道還有那麼多要求嗎 今晚想吃甚麼 隨便吧, 你決定吧 每天三餐都在街邊吃 不如這樣吧, 高小姐 今晚煮一頓煮飯給我吃 你也想 我真的想 永哥, 他做甚麼呢 你走路好像打中風似的 你還說 我就是這樣走路了 你脫了嗎 你一定髒得髒了 我怎麼計算 這麼好, 你遇到老人家 大哥, 怎麼了 你怎麼走路 我這個人走路都不大眼 還說人家的蛋公差點變大散 就這樣了 找警察, 抓我 慢慢 今天你生日了 不行 我不怕你人多 人多我花車館說 你有沒有時間呢 我有時間 是阿Sir 剛才一場沒了 對不起, 哥 對不起… 張Sir, 謝謝 張Sir, 謝謝 客氣了 Carmen, 今天你生日了嗎 是呀 那你今天不跟我說 那我跟Jesse買一份禮物給你也好 不用了 買這麼多東西 今晚約了朋友開派對嗎 不是呀, 只有我跟哥哥兩個 雙請不如偶遇 我代表文敏邀請你們兩個 參加一個生日派對 好呀 好呀 原來你喜歡畫畫的 不錯呀, 這是甚麼 不知道 不過我經常發夢都看到的 我經常看見同一間房間 同一個窗 一窗花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窗花這麼有歐陸風味 應該不是香港 你當然不知道去過甚麼地方 看見之後都入了腦 所以做夢也發著 不會呀 我這麼大個女兒都沒離開過香港 不過其實我原本有機會的 我那時候考到獎學金 想著去英國讀書 但是後來病了一場去不醒 甚麼病 我哥說我罰高燒魯莫嚴 不過幸好還好 我那時候就去醫院 經常看推理小說 決心將來一定做過女警 誰知道波姐能考得到 那你制御也挺特別 如果要寫成故事應該挺吸引 對了, 我最近在構思一個 女警的故事 不如你給我一點資料 那小小借上這件女警制服 給你拍封面 還有女警制服, 好呀 謝謝 小女兒真是小女兒 喜歡偷制服拍張照也開心 甚麼呀 人家是做女警做不成 穿到制服拍張照, 不行嗎 我當時沒有你, Carmen 你不會有父母的反對 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當時沒有你一個張Sir 這麼好的男朋友 就算他是你上司 也不用這樣擦鞋 擦甚麼鞋 你不讓人家是真心的嗎 Carmen, 好 是呀, 真心的, 你信不信 好了, 開飯了, 來吧 好, 先回去製作給你 Carmen, 你的酒量當好嗎 那是壽性女嘛 就算不懂也要喝的 永哥, 你煮的菜 越來越懂香味俱全 是嗎 我今天多吃一點 再加點炒花蟹 忘了拿出來 不要說快吃 先幫忙 不要弄疼的事 別客氣了 Carmen, 你哥哥煮的菜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偷師呢 沒有, 反正能力不過他 不如繞上雙手等吃更好 一般人都覺得女警的性格很硬朗 不知道他們的愛情觀是怎樣的 我想同事一定很想知道 其實女警就跟普通女孩子一樣 如果幸運的話就遇到一個男孩 你喜歡他, 他也喜歡你 但如果不幸運的話 可能遇到一個你喜歡他 但他未必喜歡你 那你覺得自己是幸運還是不幸運的 我只知道你就是幸運的人 你還沒回答我 你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你猜猜 猜猜他是不是有獎 來… 來… 如果不加上我和爺爺 我想你們兩兄妹都很難吃得完 是呀 那就知道你們有口福了 不如大家再喝一杯 Carmen, 你喝這麼多? 因此醉 今天我們生日高興嘛 阿哥 來, 喝吧 喝杯 喝杯 再見 再見 請坐 張Sir 你忘了拿我的花鞋嗎 是呀 那頭放下了, 這頭忘了拿 我進去拿 我們有時候拿, 不好意思 千萬不要客氣 我幫你按鈕 再見… 走了,Carmen 謝謝 是呀,Carmen 我忘了做一件事 甚麼 來… 共祝你科學壽與天祭 慶何你生辰快樂 年年都有今天 歲歲都有今朝 恭喜你, 恭喜你 你瘋了沒有, 升降機到了 走吧 走了, 再見 再見, 多謝張Sir 再見 這次真是喝飽食罪 是呀 她倆兄妹也挺好客的 他們又吃又拿 是呀, 又會這麼客氣的 耳仔今晚發達了 很多宵夜 看來你這個上司也挺得人心 Carmen好像挺崇拜你 你怎麼看呀 那又不像她一個 像孟波婚女一樣 個個封世我還偶像 是呀, 最厲害的, 行嗎 開車吧 耳仔, 不要說我不應付你了 又花蟹又啤酒 就算你不見我過來 我自己也過來 先過來避避風頭 避風頭?避甚麼風頭 不是吧?從家裡殺到這裡 勇哥, 如果真是芝芝打給我 告訴他我不在這裡 張大勇, 耳仔呢 芝芝, 你怎麼搞的 找親老公也打來我這裡 他說過來的, 怎麼人影都不見 這個問題我不會回答你的 那我到底甚麼時候過來呢 這樣吧, 芝芝 你自己問一下耳仔也好嗎 我打電話又找不到 他可以跟我說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嗎, 耳仔 耍火了, 耳仔 拜託你, 避得是避不了一輩子 那我一定要查清楚這個案子才行 甚麼案子 我答應過麗河 一定要找出天生自殺的真相 聰明, 果然有涉而不捨的精神 我一定支持你 現在首先要做的呢 就由天生的屍體那裡埋手 這份就是林天生當年的驗屍報告 謝謝方Sir 人已經死了五年 我相信你不可能在屍體裡 還有其他新證據 方Sir 我可不可以見一見 當年負責這件案子的法醫官 不可以 為甚麼 因為醫生半年前 因為交通以外已經過世 方Sir, 如果我有甚麼不明白 現在可不可以請教你 我好餓, 不過要給你十分鐘事分 麗河 我也猜到你在這裡 雖然我沒喜歡過他 但始終他也是為我而死 我剛才看過天生的驗屍報告 怎麼樣, 甚麼發現 你看看 這張照片是我看報告的時候 正正拿出來的 就是天生的 你留意一下, 看這條繩的結 有甚麼特別 這個結是由左邊穿到右邊 然後在右邊索實的 對, 是由左穿到右, 那又怎麼樣 但你記不記得天生是左右的 那就是說這個結不是天生打的 是有人事先打了之後 再退到天生的頸裡 我們現在已經證實了 天生不會自殺死 然後可以做甚麼呢 去找假暴天生寫的封遺書 你才說可以憑自己現出兇手 根據慣例 遺書會在事後發難給死者的家屬 那就是找福伯了 但聽阿強說, 沒人知道福伯搬到哪裡 難道真的注定天生會吃得不明不白 那倒不一定 照計福伯已經過了六十五歲 如果他有申請老人金或福利金的話 那就沒辦法查到他現在的地址了 如果福伯沒有用假地址的話 他應該住在這裡的錢 但為甚麼這麼大年紀 還住在沒有電梯的堂樓呢 一個人幾十歲, 沒有人沒有人 就差不多了 在這裡, 歷行 上去吧 這裡就是 福伯, 耳朵 福伯 每天睡著眼覺聽不到 這麼大聲也聽不到 這麼大聲好像死老鼠味 在這裡等我一會 福伯, 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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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等我 嗯 啊 啊 在這裡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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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Sir, 據法醫官 初步報告, 死者臨覆 大概兩天前死亡 死者是因為窒息 引致心臟停止 身上除了頸的瘀傷之外 就沒有其他傷口 在他家裡沒有手下過 或者打鬥過的痕跡 在死者身上 還有一張Mati和這張東西 誰說符似的 勇哥, 讓我看看 英偉兒, 是不是甚麼發現 有些印象 但又說不出甚麼 應該是那些孤獨老人 因病染世吧 不, 因為我查過他的病歷 雖然他整天看醫生 但看見的都是小毛病 所以不會染世的 勇哥, 那這案子呢 我們應該怎麼做 暫時當作是發現屍體案處理 是, Sir 好, 進來吧 進來吧 有話你就說吧 福伯就是林天生的父親 我覺得福伯的死有點可疑 為甚麼 根本沒有動機 第一, 她身體健康 絕對不會因病厭世 第二, 我七個娶了媽媽 中了二萬多塊 只是反映她不是因為健康 和這兩件事而自殺 她根本不是自殺 那你有甚麼證據 如果她是要自殺的 她五年前已經死了 為甚麼偏偏要等到 我要幫天生翻案的時候 才死呢 我為福伯知道還有些事 現在被人殺人烈口 或許是因為你和她 不多不少有關連 所以你想得轉入高潛 你說她早不死, 遲不死 或是一個巧合 巧合?你有沒有這麼巧合 兩人是上段的繩子 打的那個連結也一樣 那你在現場去甚麼發現 我甚麼都找不到 那你以為會發現到甚麼 我以為可以找到 冒天生的寫這封遺書 因為寫這封遺書的人 很可能就是那個真兇 那好吧, 我們儘管把兩件案子 連在一起處理 看看有沒有新的發現 來, 上床 阿世 阿卡, 他們甚麼事 他們說要叫麗河搬走 讓我再勸一下他們 阿娘, 麗河, 究竟發生甚麼事 他們說我溫神 走的時候害死天生 回來又害死他爸爸 他們說怕麗河再住下去 害死其他人 怎麼搞的?現在甚麼年代 還說這種話 我沒想到我走了五年回來之後 人家的思想還這麼封建 阿世和招財以前都不是這樣 如今都不知嫌不知 天生的爸爸真是淒涼的 兒子被冤枉死 自己是臨腦不過得小 還吊著脖子 也許他們罵得是我對的 其實他們父子的死 難道不少我也要扶責任 所以我想幫福伯 弄好一些身後事 讓他可以入土為安 花娘, 不如你跟我回美國吧 去美國? 是不是因為阿世和招財他們 既然我在這裡這麼不受歡迎 別在這裡也沒意思了 交同快地是你們的 你們不走, 誰說得你們走 不關我事的, 他們一時間想不來 不關你事, 你和我們一起瘋了 他們強行抓我去的 我跟上去就其實看著他們 讓他們不要亂來 我不管你, 總之你夾我來欺負何就不對 算了, 你們別為了我吵架了 其實這次我回來 都沒想著留下來的 而且發生這麼多事 我想不能早點走好一點 荔荷, 你真的讓他們死得不明不白 兒子, 今天很辛苦了 你坐一會兒, 我終於高花茶給你喝 謝謝, 伯娘 荔荷, 不好意思, 剛才這麼跟你說話 算了 如果你真的想回美國的話 隨便你吧 但是我一定會繼續查下去的 我還是決定留下來 因為我不想, 下班式覺得不安心 我知道你不會那麼容易放棄的 來…趁熱, 讓開喉嚨 謝謝… 對了, 看見我有甚麼新進展 沒甚麼特別的發現 不過我在腹白身上 就找到一張這樣的東西 我始終覺得有點印象 但我想他也想不到是甚麼 我想是一張廢紙而已 應該不是的 我找出來的時候, 它摺得很整齊 反而我覺得是一張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張不是像在對面山 那棵鬼爪樹嗎 鬼爪樹? 你看, 你的樹, 是不是, 好像嗎 我一直以為是一張地圖 原來就是在對面山的那棵鬼爪樹 那棵圖的交叉 就在那棵樹下 我們一定會挖錯地方的 這裡周圍的地質都很硬 唯獨這裡特別遠, 應該不會錯的 我先拿著 加高銀行? 贏骨, 走 那棵圖已經證實加工銀行所有 如虎鞋骨 既有可能就是當年 帶著一千二百萬逃走的劫肥 而初步的發現報告也出了 死者是死了超過五年華以上 是男性 在立骨的下面 也發現了一顆生了瘦的點山白彈頭 那還不是他 化了灰也認得了? 真是想不到 我們來查一宗上吊的案子 可以找到一些有關五年前 銀行蟹結案的線索 既然有線索 當然繼續跟下去吧 大家繼續努力 Dismiss 那伯伯怎麼知道 藏屍的地點? 還有, 那個賊死了 那一千二百萬去了哪裡? 問是他的兄弟就知道了 坐 坐 吃煙了 謝謝 我們有些事想問你 關於家高銀行的事是怎麼樣 都這麼多年了 要問都問夠了 我要趕都趕了 我們可留發現了 你的同黨喪彪 你們找到喪彪? 我們找到一副鞋骨 還有幾個家高銀行的錢袋 你說喪彪死了? 可能是 那錢呢? 就沒找到 這件事除了你和喪彪 還有你死的弟弟之外 外面還有沒有人知道我們 我們兄弟就沒有了 他我就不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當日打擊的情況 和原本逃走的路線 我們當時打算做完這件事之後 去劉浩山賽善回大陸 誰知道在接應的時候出了意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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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他後來沒有回大陸 後來我聽兄弟說 他根本沒有上船 他可能躲在元朗那裡 五年前 加工銀行的一千二百萬元蟹劫案 逃走了他而反見爽標 當時他拿著一批贓款 唯一躲在韋川之後再殺了忠 但是五年之後 我們找到爽標的鞋骨 不過那批贓款就全部不易而非 而在五年前 發生銀行劫案的同一天 韋川發生了一宗周麗何懷疑 被人佬劫殺害的案件 而恐懼是林天生 最後因為證據不足 當時警方唯有放人 而事隔一個月之後 林天生被發現 吊頸自殺 在那封遺書上面寫著 他是因為殺了周麗何感到內疚 於是負自殺 但是隔了五年之後 周麗何會生生地回來 那既然周麗何還沒死 那林天生因為內疑而自殺 就完全不成立了 除非封遺書是假的 我也是這麼想 所以我打算去找他爸爸 拿封遺書來鑑證一下筆跡 但是很可惜當我上去的時候 也發現他爸爸在吊頸自殺 是林福 沒錯, 是林福 我懷疑空事 知道我想翻查林天生的死因 於是殺了他爸爸來源頭 現在現場那裡 我找不到那封遺書 但是憑著林福袋裡的一張紀圖 我竟然找到喪彪的鞋骨 而揭發了當年的蟹劫案 真是風迴路轉 化驗報告證實了 喪彪致死的原因不是握下槍傷 而是頭骨爆裂而死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喪彪的血型是O型 而當日在林天生家裡找到那件血液 上面的血跡也是屬於O型 不過是屬於喪彪的 而當時懷疑屬於周麗何 純粹是一個巧合 照這麼說 如果喪彪是林天生所殺 那就可以解釋到 為甚麼他爸爸會知道我埋屍的地方 這個推測是最接近事實 但是很明顯那一千二百萬 還不在林福那裡 所以我跟兒子推測 一定會有第三者知道這件事的內情 他們利用村民對周麗何被殺的功分 將林天生造成自殺的假象 來掩飾他自己真正殺人的目的 就有一個一千二百萬 雖然我不想相信這是事實 但是種種證據顯示 兇手是非常熟悉林夫兩父子的 所以極有可能是我們村裡的人 雖然我們懷疑林家兩父子是被人謀殺 但是兩塊驗屍報告裡 都找不到確實的證據 所以我們目前唯一的線索 就是以吞奏這把裝款的人 周圍村裡 在二五年之內 曾經無緣無故發達的人 兒子 如果不方便的話 你可以申請豁免 甚麼事 我想村裡面的事 沒有人屬得過我 況且有些人應該要做 兒子 我們一定會支持你 原來你 你成人幫你 來調查動機 永遠離 尚未尚後悔之理 人我思心有天理 包兜轉轉身生死死 成我拜有我喜氣 錯節事後也勇敢地 永遠離 永遠離 永遠離